哈喽,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第二幅画 那你可以在这个荧幕上看到它原本的线条 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线条的时候 我一直看到有一个人侧面他的手两边 然后和他的内脏 我就想,哈,所以是要画内脏吗 所以今天的介绍就会是 哈喽,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一幅画 叫做内脏 你看这里是他的肺 这里是他的肠 这里是他的胃 就会流汗 这个是在手语里面是流汗 很尴尬的感觉 那我必须要丢掉这个画面 我再重新的做观察 有一个很好的诀窍呢 那除了你转不同的方向来观察之外 其实你可以用手或者是纸 遮掉某个区块 然后局部局部的先造出那个 你要的画面 再来延伸 所以我重新再看的时候 我就先看到这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的形状 侧面的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人的形状 这个是这个人的手 那我里面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是 他们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所以他们穿得非常的正式 就是礼服 他一定是穿这个蝴蝶结 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信条是这里延伸下来的嘛 然后再上去 所以他一定是穿得非常正式 然后蝴蝶结 如果是领带就好像不知道哪里不对那样 那他这里 这里你看到他好像很飘逸嘛 其实原本我想的是他 他们在海边那里 所以他的那个裙子会跟着那个浪 海浪这样子飘荡的 很漂亮的 但是呢 那我踩了两次都踩不到那个我要的效果 都是行不通的 然后后来我就跟随跟他做一个反差了 给他做一个非常contrast的颜色 加上一些neon color 让他很亮很sharp的orange 不同层次的orange 但这里我给他加了一个honeydew的color 给他综合一下 那这个效果我就非常喜欢了 再加上这个蓝色的条纹呢 我就以这个礼服来延伸出去 所以他整个画面看起来 他是在一起的 他不是分开的 如果线条使用很反差的颜色 我觉得他会很突兀 你为了highlight那个线条而破坏了他整体的感觉 那你可以看到在新郎和新娘身上 其实有不同的pattern 因为我觉得通常我们都会好像吸引不同性格的人 所以我就用这个pattern来做一个分别 那其实我也加了一点点的metallic 所以他会有一点亮亮的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非常亮刺眼的 就很浪漫 很适合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约 婚约的约 然后其实我一直看到这里有一个咕噜头的形状 这是他的眼睛 这是他的咕噜头的shake 我每次听到人家说 结婚就是进入坟墓啦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我要和这个人走到我生命的尽头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漂亮的 在另外一个属灵上的意义 其实就是预表着新郎是基督 然后他的新父是教会 所以是新郎和新父的结合 新约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画面 而这个新郎爱教会 而把他的生命舍下来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不管是婚约或者是所谓属灵上层面的意义 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 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明天见